众所周知 秦末天下皆干扰起 经过楚汉之争 最终刘邦击败项羽 在公元前202年 刘邦成帝国号汉 定独长安 西汉建立之初 刘邦曾分封了七个异性王 为自己争夺权力壮大力量 但是随着国家局势稳定 刘邦忌惮一心王手中权力 于是各个诸侯王被贬或被废 甚至被杀 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 刘邦将自己的儿子 纷纷到各地为王 后续朝代诸侯王 几乎都是刘姓子孙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国出土的第一件金履玉衣 他的主人中山晋王刘胜 刘胜是汉景帝刘起之子 汉武帝刘彻一母兄 公元前154年 汉景帝封刘胜为中山王 据史料记载 中山王刘胜为人喜好酒色 有儿子120余人 正观历朝历代 中山晋王刘胜堪称历史上最能生的人 但是关于刘胜除了零星史料记载外 却很少有关于中山晋王的其他记载 上世纪60年代 解放军某部 在零山上炸山取石 营造防空洞时意外炸出了一条木道 部队负责人立即上报了当地文物部门 后来当地文物部门在得到消息后 立即派出考古专家赶马现场 经过勘探 发现这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大幕 感到事情重大的文物部门领导 于是立即上报了中央领导 周恩来总理得到消息后 马上派出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洛 率队成绩前往 郭沫洛赶到后对大幕展开了强调性发掘 刘圣木东西长51.7米 南北宽37.5米 最高处6.8米 容积2700立方米 大幕由木道 永道 南尔市 北尔市 中市 而后市 六部分组成 木道口 以土坯 封门 豆冠木 以砖封门 中间加住铁水 动势顶部 做拱形 或 丛龙顶 木内 有排水设施 继专家统计 流色木中出土的文物 多达一万多件 其中包括 桃器 铜器 金银器 铁器 玉石器 漆器 和纺织平等 尤其以金铝鱼衣 挫金 薄山炉 和 长信 宫灯 等文明 海内外 而然后 考古专家们 惊讶的是 在王菲 豆冠的墓中 发现了一件 铜组 从造型上看 就不免让专家们 感到羞耻 因为此物是 夫妻 调情玩具 也或是 女子 派遣 寂寞的器具 专家表示 在古代 根据材质不同 还有 陶组 木组 石组 银组 和御组 等 而此次 发现的是 一件 极为罕见的 双头铜组 铜组 被发现 十字初 考古队员们 认为 其是 污秽之物 认为是 古代女性的玩具 专家还调侃 牧主真会玩 怪不得 生了120多个儿子 但是 经过研究后 发现 他有着特殊的含义 因为 在古代人们 崇拜男性 生殖器 其中 不止一座 西汉王林中 出土过铜组 有的出土 是男性古墓 有的出土 是女性古墓 目前 这件 双头铜组 被收藏于 河北省博物馆 可能 许多人 会认为 它是污秽之物 但是 专家表示 铜组 并未 普通人 用得起的 需要 有一定身份的人 才能拥有铜组 下面 我们来说一说 香港 发现 一件 稀释一物 老板 开价 220万 读定价值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可以说是 文物大回归的时代 这是因为当时许多的文物专家 都会不定期的去寻找文物 其中香港 应该是去的最多的地方 毕竟香港 可是文物最大的基上地 有文物 必须得去那边找 许多从古墓 倒走的文物 很大部分 是来到了香港 当时 许多国内的专家 都会时不时的去香港古董街 闲逛 说是闲逛 其实自然是有目的的 就是去捡肉文物的 而其中很多时候都算不上什么捡肉 而是花大价钱买下来的 比如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 就是花了100多万港币买下的 它是1995年的时候 主人公是一个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 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成元先生 马成元在国内文物界享有非常高的地位 被他成功挖掘出的文物非常的多 像什么 荣耳砖 鲁元忠 鹰座 运斗 靖喉鼎 战国竹简等 而在1995年 马成元再次来到了香港 那会儿他走在香港 河雷活道的一处古董街闲逛 没想到的是 却意外的在一家古董店发现了一件青铜器 这件青铜器非常的不简单 外形非常的精美 而且有肉空的图案装饰 应该是千年前的一种酒器 叫做河 马成元当时仔细的把玩这件青铜器 可以说是看了许久 心中已经确认这就是一件真的文物 于是便和古董店老板商量他的价格 没想到古董店老板也是一个懂文物的行家 他也看了出马成元对这件青铜器的喜爱 最后开出220万港币 其实这个价格在当时绝对是非常吓人的 只能说这个老板的确是想吃人不吐骨头 想狠狠的扎一笔马成元 马成元听到220万港币的价格的确也是被吓了一跳 但是他也知道的确是值这个价格的 马成元当时内心非常的急切 但是毕竟手里没有那么多可以支配的钱 于是就是忠冲告别 而后立马回到了香港的住所 当时马成元开始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 发誓必须要买下这件青铜器 不然的话这绝对是国家的损失啊 好在当时香港有个富商 何鸿章愿意帮这个忙 最终在何鸿章的帮助下 花了180万港币买下了这件青铜盒 其实这件青铜盒就是后来的西施遗物 吴王夫拆盒 吴王夫拆盒是当时夫拆送给西施的礼物 所以说他是西施的遗物 绝对不为过的 而吴王夫拆盒的如今的价值 绝对是非常逆天的 有专家给出了10亿的估价 认为他甚至不会输给岳王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10亿的估价都算是很少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驸马坟却埋着帝王 还发现一面镜子 专家禁止出国展览 若是说起春秋战国时期 现在的人们对其最深的影响 就是这段时期 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乱世时期 也是我国思想发展 最为快速和齐全的时期 而战争一向来 都是科技的催化剂 因此很大程度上 在对那时期装出土的诸侯国 或多或少都有着超强的实力 而对于其中 较为强盛的七国来说 其军队和经济文化 在数百年间在各国里 都称得上是顶尖的 若是让考古学家们来说的话 七国对后世影响最深的 还得数在古墓中出品的古铜镜 这个古铜镜的工艺水平 也就超越了当时的科技水平 更稀奇的还是 它是从一个埋葬于驸马坟的帝王墓中出土的 被专家列为禁止出镜的文物之一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人们在扩建交际铁路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一座上古的坟墓 在考古学家赶到之后 在当地的老人口中 得知这座坟墓很有可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驸马坟 一开始专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随着研究的开展 里面出土的文物和陪葬品的数量 让这个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 专家们认为 这很有可能不是驸马坟 墓主人的身份还需要仔细研究 因为竹墓是还没挖到的时候 考古队就发现了 接近上千件文物 还有五个陪葬坑 这种规模很明显不是一个驸马能有的 在对古墓的年代和文物的造型进行研究之后 考古队认为 这是齐国某个君主的坟墓 若是按照史料的记载 齐国的第一代国君 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江子崖 而其后 强生的齐国在墓葬文化上 也是颇具盛名的 但是这里面的文物 也一面镜子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在墓中出土的这面镜子 可以说将齐国的强盛 从侧面表达的灵力顶致 专家们根据其造型称为 绒纹巨型铜镜 其高大 1米2 重量更是有着百斤以上 但是惊奇的是 它的厚度却只有一厘米左右 这长官高的差别 可以说让专家们深感兴趣 甚至还有人将其称为超前科技 因为按照战国时期的科技水平 像这种程度的镜子 按理来说 是根本不可能制作出来的 但是它就这样出现在古墓当中 可以说是让专家们疑惑不解 要知道 根据史料来看 直到秦朝时期 才在真正意义上出现了铜镜 在此之前 一般人都是用水这种东西来充当镜子的 可这面铜镜出现的时间 却远早于秦朝 很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铜镜 可就算在秦汉时期 因为是用青铜器打造出来的东西 哪怕是帝王使用的镜子也是相当厚重的 并且因为那个时代的工艺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所以青铜镜如果变大的话 不仅难以给镜面抛光 也难以控制镜子的完整度 因此在诸图的秦朝时期青铜器文物中 很多时候出现的都是小型手持的设计 但是以绒纹铜镜的大小来看 这个高度远比一般的镜子大得多 其用途很有可能是作为穿衣镜购君主使用的 而且因为厚度上只有一厘米 若是以现在的工艺技术还说得过去 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出现的话 就能证明在当时七国的工匠所拥有的工业技术 或许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巅峰水平了 毕竟要控制好镜子的厚度和镜面的清晰度 这种技术难度是随着材料的材质而变化的 专家为此来亲自找来了专业人士做了许多实验 实验证明 若是想要将绒纹铜镜再次仿制出来的话 和以前的一样的材料和造型来说 哪怕是用了现在发达的技术 不管怎么控制 都很难将镜子的厚度控制在一厘米之内 而且因为在铜镜的背后 还有工匠们雕刻的复杂繁琐的花纹 因此想要保持铜镜不断裂的话 其难度是很高的 除此之外 在古代究竟是如何将这个一米二的铜镜的镜面 进行抛光的 目前还是个谜 毕竟用上了现代科技 专家们都不敢保证能完好无损地制作出来 这种光滑的镜面 也正是因为这个铜镜上存在着非常多的谜团 制作工艺上也有着很高的技术难度 所以专家们才认为这个是不该出现在两千年前的超前科技 当然对铜镜研究的越深 其身上就有越多的谜团 直到现在 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文物修复的专家 都一直没有搞清楚 这面铜镜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